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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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宗盛 苗盛 家宗盛 作曲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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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妈妈妈 这你就知道了 那些飞行 被水的被水 真的吗? 是啊,随着我渐渐长大,我的父母却常常疾病缠身,几年后,我父亲患上了肝癌。 妈妈,你别太难过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爸爸的病。 肝癌,这可是绝症啊,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想啊? 办法一定有的,我前几天听一位民间医生说,这病要以毒攻毒,用蝉厨的毒可以治好。 妈妈,我这就出去找蝉厨。 蝉厨,真的有用吗? 试试吧。 为了给父亲治病,我不管寒冬那月,每晚都拿手电筒到马路边大树下或石缝里找蝉厨。 抓到后,交给母亲。 母亲就把他们剁碎后,煮给父亲吃,或者用来外敷干部。 然而,我父亲最终还是因肝癌恶化而去世。 父亲去世两年后,我的母亲也罹患了乳腺癌墨西。 我听人说,常吃甲鱼能治好这病,于是我便买甲鱼回来放在锅里。 盖上锅盖,活生生地把它碰熟给母亲吃。 我母亲后来也不幸去世了,直到我接触佛法才知道,当初我和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 杀生是残害生命的恶业,看来我们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是错的了。 是啊,我们不该纵容孩子们伤害生命,而是应该教他们善待世上所有的生命。 正是如此。 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为父母尽孝,可是以杀害生命这种方式来孝敬父母,却是大错特错啊。 看来只做到世间的慈爱与孝顺是不够的,应该要有更宽大的慈悲心才是。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伤害小动物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条鲸鱼放回水槽里。